侧面充满了少女的羞涩 侧面充满了母爱的词想 沐言你的推荐理由 我觉得吉娜是像很多以前应聘来的应届生一样 就是她在学校期间干过很多种不同的兼职 但是我觉得她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她每一份兼职 她都会很用心地做 然后很用脑地去总结 所以她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导游 中间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 她都能应对自如 做销售的时候 她虽然是个在校的大学生 但是比那个公司的老员工做得还好 销售成绩排到第二名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我推荐她 好 你是播音与主持专业 刚才我们也听出那味来了 但你刚才说的 你的应聘的意向是销售或主持 销售排在的界面 为什么 因为我大学期间做过很多的兼职 都是大多是关于销售的 然后我发现我挺喜欢 就是卖东西 把东西卖出去 然后我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是在其他工作当中 我感受不到的 我刚刚看这 你有最想去的企业是函数是吧 是吧 你这上面写的是想去函数 也这样好吧 你用两种语气 第一种用主持的语气 来介绍一下函数的产品 第二种语气 用销售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函数的产品 两种方式 可以吗 可以 来开始 先用主持的方式 现场的朋友们 今天来到我们舞台的是我们函数 函数最近呢 出了一款BB霜 美白BB霜 这款BB霜呢 让我们女性朋友 不但美丽 而且是从内到外的美丽 让您既美丽啊 又 既美丽又养缘 用函数的产品 您既您既简单呀 又美丽了 刚才是主持模式 现在马上进入销售模式 现场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款BB霜 一款是红润BB霜 另一款是美白 经常用 它是会有一个调理作用的 您的皮肤会越变越好 勇气可嘉 思维还算是敏捷 但依然还是主持的口吻 不是 我特别想问的是 你既然没 之前你是描着这个 韩种的企业的 那你之前有没有准备 就你这个画素 是你有准备的 还是刚才记性的 说实话 我没有就是太知道 就是咱们函数产品 就是有具体什么产品 那你为什么那么想去呢 因为我喜欢漂亮 我喜欢 就是喜欢 化妆 因为我想干的是销售 我喜欢化妆品的销售 那在你上场之前 其实你是有这个意向 想到函数来做销售的工作的 那你为什么在 就是上这个舞台之前 就是给自己进行一个准备 就是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到 在这个舞台上 各位老板也好 还是涂老师也好 他一定会考你这个问题的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 一个准备的时间呢 我想让老板看到的是 就是我本身的一个素质 而不是说对这个产品的一个 对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想的是到公司的话 有专业的人士去培训我 我觉得那样说是更专业 哎呀 这样吧 我们再了解一下 他另外一个事 就刚才你所说的 做导游的事 好像说在导游的过程当中 你是有一些 对于有些事情的处理 还是比较擅长的 是吗 跟我们说说这事 当时有几个游客 喝到金星的时候 他就 因为当时我们带团的是 两个小姑娘 一个我还有一个导游 然后他就跟我 就是高兴的就跟我们说 能给我们找两个小姐吗 那个小姑娘 她就急了 就特别急的说 我们去哪给你找小姐去 这两个大汉特别不屑的 对他说 说就你俩吧 你怎么回应的 我说 我说大哥 你看这两天 咱们也是第二天旅游了 我带团 每天带你们出来玩 你好意思跟我来开这个玩笑吗 你明天不出去玩了是吧 就这么说说笑笑的 然后反而 这两个大男人不好意思了 这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不错 先把它归咎为玩笑 给对方找一台阶下 把你那肮脏的想法 归结为玩笑 然后反而搞得对方不好意思 而且关键是 你在感觉到耻辱的同时 淡定自若地 用智慧化解了这个问题 这个不错 能了 好 基本情况已经了解 一个非常有幸福感 非常智慧 淡定自若的女孩 大家是否在第一轮选择当中 为她留灯 请选择 这两个孩子 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 亚娜其实第一个考题 在面临 那个 好种函数的时候 其实是失败的 大家在讲第二个故事 全面扳回 心理成功能力很强 心理成功能力很强 规划是什么 首先我是以销售 一个就是销售代表 一个销售的 就是职员 然后我希望我在一两年的努力下 我能得到一个销售主管的位置 这样吧 我们这样 现场测验 测验一下 就是你在你身边 所有的衣食住行穿戴都可以 你把你身边 你最熟悉的一样东西 你卖给我 最适合卖什么 然后你挑一个老板卖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考察你的 这个 对 这个很好 这个提的很好 让他自己挑 让他自己挑产品 挑客户 好吧 就是 郝总是吗 郝总卖 卖什么 化妆品吧 就化妆品是吧 去痘的 而且是我定位到 我就想卖我这个去痘的产品 来 您好 我发现您的皮肤挺好 还行吧 这个老妈给的 但是有几个痘 我跟您说个小方法吧 就是每天啊 用白糖洗脸 就是白糖 您清洁完皮肤以后 用白糖 去痘应特别管用 然后加我们家这个产品 就是去痘的这个产品 用的特别好 也就是说 你们家的产品 必须得结合白糖才能用 白糖洗脸呢 我是告诉了您 一个小方法 那我像 像我现在 对额头起了一个痘 那得多久才能掉 用这个产品的话 您睡一晚上 第二天发现这个痘痘 就尿巴了 就是 你就说一天就能起笑是吗 那我今天要买回去之后 如果他今天没起笑 明天你能给我退吗 你看你挑错人了吧 来吧 郝总 点评一下 不往下深入了 其实吧 其实说实话 他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他的分钟产值比较低 就是他每一分钟 能够传递出来的 有效信息比较低 杨纳 你刚才选 这个销售对象的时候 你选了一个最难销售的对象 对的 郝总在化妆品方面是 非常了解 而你在这方面技能 专业知识不足 为什么选他呢 原因就是 因为他懂化妆品 而你没有他懂 在我交流当中 我会学习到很多 刚才是判断你的 这个销售能力的 你的目标是 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而不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学习 还有就是你作为销售人员的 有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就是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你总是让你的消费者 就是来来来 而不是你主动地去走近他 你让我们之间 一直都有一种距离感 你知道吗 其实刚才你一上舞台的时候 我就给了你机会 我说销售式的 主持式的 我就让你两种区别一下 其实你并没有做到 来 是否我也愿意为这个女孩子 留下这个销售的工作岗位的机会 大家第二轮选择开始 还有一战将给你们留 谢谢老板 函树走了 马上调整形态 好不好 来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提供什么实位 陈浩 我给你的是我们 情国家门中心的 商务拓展助理 这么一个岗位 杨娜您好 思敏在线呢 给你两个这个岗位 一个就是线下活动的主持人 一个就是思敏在线的销售代表 那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就是我们同龄珠宝 蓝色火焰的销售顾问 吴爸同龄给你提供岗位 是销售顾问的角色 他必须给你留的岗位是营运助理 可能现在你不太擅长做销售 但是其实你身上有管理的潜质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用你 我会把你成为培养 成为一个管理者 我们是做那个博物馆 科技馆 展展展展示 这方面的这种大客户的工程 我给你这个培养的机会 大客户销售 谢谢 好 谢谢 我给你的岗是我们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接下来好好选择 剩两盏灯再回来 其余的灭掉 可以吗 可以 陈昊很紧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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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勇有危险 有请陈昊影分 团前不上感情 你为什么灭掉思敏 其实我觉得思敏还蛮适合你的 又可以做线下主持 还可以做培训 这是你的优势 对呀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 说一下你为什么灭掉思敏 如果能留下三盏灯的话 我就有思敏老师 这话太悲哀了 你永远是个悲哀 没关系的 雅娜 待会你还有一次机会 你可以谢谢再见 再来 我宁愿当三 你已经是老三了 就别再争了 好 都写好了吗 请揭晓 关于清水 你可以有什么话题给问 加持绩效考核 然后考虑机在全国加盟中心是包住 我们是三星 他们是13星 可以选择了 15秒钟思考 你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李开 谢谢李开 你们都没料到吧 我早就有预感 麻烦拿点速效 就先来给我 来 让他死个明白 来说一下 你为什么谢谢李开 那个我想问 那个老板 刚才说的话 斯敏老师 你稍等 你心里盘算着斯敏是吗 他在说话 算话吗 算话呀 你可以现在来找我呀 大反转 哇 人生真美好 我问你 你想去斯敏那儿 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起的 你们俩的大陪下 就是因为刚刚涂威老师的话吗 就是您俩的对话 然后您刚刚说的那几句话 就改变了你的主意 这才不考虑 那为什么一开始 你不想这个事呢 你在灭灯的时候 为什么不好好考虑这个事 虽然每个人选择 怎样的职业是你的自由 但是有的时候 对自己所选择的 结果的尊重 也是对于别人的尊重 不是图老师 小三 我真有点接受不了 你说什么 你看你 你刚才排第三 你刚才排第三 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个决定就是 还是看出来我们的杨拉同学 是一个很年轻的小朋友 很 充满好奇心 很容易被诱惑的影响 好吧 来 祝你下楼 挺紧张的 但是到最后 因为函数过面灯了嘛 然后我就有点不珍惜 对所措了 我就不知道该选 哪家那个企业 等到我返回台上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两家 也不知道去那里 要做什么 通过理智的考虑的两家公司 我没有留下 我希望以后上场的选手 还是多做好准备吧 就要自己想要水